我们一块来看一个视频 那35号请开始 我想大家都听过YouTube在短短一年多一点时间 从零开始到16亿美金被Google收购 我想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Web 2.0的时代已经形成了 所以我今天带来的项目叫做Web 3.0 这几天来大家都在讲讨论一件事广告的事情 大家都很讨厌广告 所以Web 3.0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彻底的改变原有广告这个定义 以一个知识性跟娱乐性的内容来引导消费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消费行为 同时在虚拟世界之中去研究去分析消费者未来可能的行为 所以说他是把虚拟世界跟真实世界连在一起 但是这不是直接的联系 但是会有一些可以在心理学的分析上面 跟他的对广告的影响听起来有点悬 等一下用一个例子来解释 我们也跟Google跟Yahoo的人谈过 他们高阶主管告诉我们 如果在一两年之内我们把这个模式建立的话 他们很愿意告假收购我们 那我想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谢谢 请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Web 2.0 Web 2.0基本上是有互动的 它的内容是由使用者自己去改的 1.0基本上就是单项的 像阿里巴巴网站是以一个公司为主来主导整件事情 不管它的使用者是怎么样多少的互动 可是它本身的互动是由这公司来主导 那YouTube 你把我建成1.0了是吧 One point past OK 所谓的2.0的话不是你讲的那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在那个地方 主要是说 他连3.0都没说 他就说3.0 他就说我自己3.0我好 但我什么那种保密不告诉你 我现在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解释 OK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最大的化妆品公司Max Factor好了 其实化妆品公司很早就发现的是 最好卖化妆品的方式是教人怎么去化妆 我给你一些娱乐给你一些知识 很多人可以去看 看过之后 百分之八十的人他会潜意识中会去买他看过的产品 所以我们公司很多的部分是你怎么去做这个智慧的连结 假设今天他看到一半他突然把他停掉了 那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去分析他在看的时候 他的行为跟他的后来的影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你讲了很多还是每天都说得太悬了 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你需要多少钱 中国部分我想一百多万美金 美国部分我想一千万美金 大概能挣多少钱 二三十倍应该可以吧 你干嘛不自己投呢 我的意思理念是你在哪里的作业一定要跟当地的资本市场结合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已经在中国包括节目制作啊 其实他有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已经产生了 他实际上跟其他的网站很不一样 是一个很好的关注的机会 人家还不用花钱做了好多事 是不是这意思 我来自己花费也蛮高的 那机上自己出啊 好的 我问你 这个我是学数学的 我的理解识别能力还是比一般人强的 但是你这个经历啊 我到现在没捋清楚 五十年然后到师科工作 然后就又一家单位 又一家的都是国际知名公司 但同时呢 九三年是台湾大学物理学毕业 对 然后呢 就那九八年呢 又拿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什么博士 对 然后呢 零三年呢 他就博克里分校 又拿了个MBA 对 哎呦 这个 我解释一下 那我在Stanford四年多一点点 有三年在外面工作 我是全职学生 也是全职的工程师 那我还是比平均六年半 提早两年多拿到博士 潜水从不会潜水到潜水专家 当了两年的同学会会长 我真的觉得你同一个时间能干几个事 对 我是台湾培养的所谓的支付优异学生 什么叫特殊支付 呃 这个计划大概一年大概十个人 哦 那最低的进去的标准是智商要145 你智商多少 呃 我是那里面第一名 多好 那我不知道多少 因为他不会告诉我们 所以你是念书和你创业和工作 这个时间 他交织在一起把我搞糊涂的 我呢 现在也是搞IT的 对 所以你现在那个说明是个3.0啊 所以你刚才突破那个什么化妆品 那个东西啊 没有任何价值 3.0其实这定义不是我定的 至少前面已经不像有私家了 像我介绍的3.0 但是没有一家定义是一样的 我可能不太赞成这一点 因为第一届的那个web 2.0 expo conference 在上个礼拜 应该上上个礼拜在矽谷开了 几乎都是所有的google的老板啊 yahoo的老板 你上中央的网络 现在中央号称自己去定义3.0的公司 不像一百件 那不管它3.0或是2.0或是4.0 不重要 重要的是说你如何产生一个新的经济模式 能够有它的经济价值 比现在YouTube还不好 这个时候点上去 那你说说你的东西吧 我们先讲说web 2.0 YouTube有什么问题 我们不说它有什么问题 好我先讲说 好在它可以反映真正的经济行为 虚拟世界中 公司也是一个主体在虚拟世界 现在虚拟世界没有公司啊 阿里巴巴也没有啊 你虚拟世界只有一些 所谓的玩家在那边玩 阿里巴巴怎么没有呢 它在虚拟世界上没有 今天虚拟世界没有一家叫做阿里巴巴 它在服务它的虚拟上面的网民嘛 IBM也没有 Microsoft也没有啊 我进门我是做保健品 做传统消费品 同时又做RT的 我没听懂 没有关系啊 我想Google刚出来 YouTube刚出来的时候 也没人听懂啊 好我听懂了 有可能我们的智商度比较低 我反正也没听懂啊 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讲的 第一届什么 Web 2.0大会在哪召开来的 在Sleekon Valley 上上礼拜 昨天我参加的是 全球第一次Web 2.0大会 我是中国去的唯一的一个代表 今年的第二届大会刚刚开始 所以今年不是第一届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阿里巴巴是1.0啊 这个 你认过阿里巴巴没有 我想我还是不要评论好 因为这个我想 这个我可能对阿里巴巴不清楚 我只知道是Web 2.0啊 对客户有用的话 哪怕是 Web 2.0.1也无所谓 对吧 对没有错 非常赞成 除了这个价值以外 还有一点是说 如果这个价值 大家都可以创造出来 那我也没有用处嘛 最后一个问题 我实在没听清楚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再花半分钟时间讲 你是怎么赚钱 我们需要投钱 你干嘛 这个公司刚开始赚钱 会从大公司来 因为等于是帮他们做 一种洗脑式的广告好了 它其实不是广告 可是可以洗 就是影响消费者行为 洗脑式的广告 第二次用洗发水 这个案例来阐述 他心中的模式 想必大家对他心中的模式 已经慢慢浮出水面了 他说的是不是就是现在的 抖音 快手 和微博 网红带货模式 但是在 2007年 就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 也就是15年前 大家对这个事情完全没有概念 以至于商业界的大佬 石总和马总 根本想象不到 他到底在说什么 这位小哥所说的 外部3.0 他是按自己心中 互联网和营销 结合的一种程度来划分的 但是呢 他由于他说这个模式 太抄钱了 以至于大家只听懂了 外部2.0 3.0定义 大家都在纠结这个事情 并且也有可能是 他出于对自己商业机密 被一种保密 或者说这个理念太抄钱 他没有办法用太明确的语言 来给他解释清楚 导致大家不知所云 你的生日还是什么 我差点 你这种东西 就是在没有什么3.0的概念之前 我这个我10年前就用了 我诞成 所以这不是一个 这其实您讲的很好 这代表说这个方法是对的 那我再说一个问题 你在这个什么加州什么什么市 当警察有代价吗 不是 但是荣誉警察 荣誉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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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这个很麻烦了 只有一个在还好 两个都在这个很麻烦 对那就是说你想 很麻烦是担心我们会 抄袭你呢 还是还是因为 很麻烦是因为 我们一看就看出 这不是真的东西 抄袭我倒是不怕了 如果真的有破绽 您跟我讲 其实我很感谢 我就不用浪费我的钱 我钱钱投进去来不及了 不过我人可以不用去 我们的马总 错过了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创投机会 当淘宝还在国内 新兴向荣誉的发展 工程掠地的时候 这种网红模式 已经在YouTube上面 慢慢兴起了 2010年阿里奇亚的 苏麦同成立 这个时候阿里 还是没有意识到 网红的作用 一直到2017年 当时我还在做 苏麦同工作 2017年苏麦同提出了 一个KOL计划 就是苏麦同平台结合 国外本地市场的网红 进行带货 这个时候 阿里才意识到 KOL的重要性 而据这个2007年 已经过去了10年这种 我们只能感叹 人才的重要性 就像当年美国 阻挠钱元森先生 回国一样 一定不能让这个家伙回去 他一个人就可以 抵五个市的病例 就会有什么样的意思 因为野兵华